已经进入12月初了 那么天气确实是比较冷 已经到了零度以下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地方 河水有一部分已经结了冰 对的波兰的话 其实到了冬天还是比较冷的 最低温度差不多能到零下15到20度的样子吧 因为今天的事情不是特别的多 所以说我准备等会儿先去公司 然后处理一下手头的事物 接着就可以带大家到市区转一转 看一看冬天波兰是怎么样度过生活的 但是长期关注我们视频的朋友应该还记得 我之前是有放过大一次鸽子 就说是我忘了是在格兰斯克了 还是在托伦的时候 我说要拍一期关于波兰饺子的视频 后来的话各种原因也没有拍 我今天的话希望可以拍到吧 因为这个饺子店的话 在当地还是比较有名的 所以说不确定这个时间有没有位置 我们试一试运气吧 运气还不错 因为我们来的这个时间 确实也不是什么正经的患点 所以说还能找一个靠窗的阳光比较好的桌子 但是我估计可能这个相机拍了的时候 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这种噪点 但是大家就将就了 给大家通话看一下 通话给大家看一下波兰的传统角色 其实就是这种样的大家可以看 都是一些对面的传统食物 还有这个大猪蹄 这个应该是他们的传统的比较推荐的一个特色菜 对于比较喜欢吃的人来说 其实是可以点一个 比如先点一个汤 然后吃一个主食 比如说饺子 或者是这种烤猪腿 然后再吃一个甜点 然后喝点 比如说这边的那种姜汤 姜水汤 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 但是像我这种 就过来吃个便饭的话 随便点一点就可以 然后一般这种 在景点的这种餐厅的话 他们都是会讲英文的 但是如果说你平时要去一些 这种不是大众景点的 这种饼房的餐厅的话就要遇了 80%会讲 还有20% 太traditional的一般都会讲 好了 等了一会儿终于上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波兰的饺子 那么如果你没有点好的话 味道会完全不一样 但是如果说你有一定的经验的话 可以点一些饺子 饺子和国内比较接近 这样的话味道也会比较接近 看的还不错 我要开吃了 吃饱了喝足了 但是说实话 那个饺子的话 其实如果说十分之满分的话 我觉得可以给一个差不多六七分的样子吧 关键还是在于你的这个饺子的馅料能不能选对 我是选择肉和菜这样一个混合馅的 当然了 其实对于第一次吃的朋友可以选择就那种mix的 就是说所有的馅都有一个 这种的话 你可以先吃的试一下 然后以后如果说喜欢吃哪一种馅的单独点 但是说实话 嗯 我在波兰这么多年 其实那个餐厅吃的并不多 可能也就吃过个三四次的样子吧 因为一个是自己家可以包脚的 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像这种其实做的怎么说呢 中规中矩吧 但是价格又非常的贵 所以说一般的话我们是居家不会选择这种 呃出来以后小风一吹 然后突然又清醒了很多啊 又又想吃点东西 或者说又想来一点取暖的 老城这边的话 其实冬天呃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 要么就是像我刚才吃的那种就比较传统的波兰餐 要不就是比如说喝一杯热咖啡啊 或者或者喝一点这种巧克力咖啡这种 其实没有特别多的选择吧 我看了一下这个边上这种店的话有卖咖啡的 然后有卖这种呃 酒精度含量比较高这种酒的 我想其实想找一个看有没有卖这种巧克力的 啊有了有了这家有 行去看一下多少钱可以买一个 啊那个有有一个火的地方已经被炸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巧克力 有一个很热的这样一个巧克力咖啡 然后十字落体说实话价格其实真不便宜 但是可以尝一下味道怎么样 嗯味道确实还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说老陈还是有一些值得一试的吃的 这个喝完以后就完全的不冷了 就是给冬天的波兰准备 那么说到这个地方我正好说一下 波兰这边的话到了最冷的时候 差不多会到零下 呃我记得有一年零下二十度 我记得了 那其实这边因为呃湿度没有那么大 所以说即便是零下二十度 其实没有特别的难受 不像嗯国内国内南方的话 我知道零下四五度就已经可以要命了 太舒服了 这个巧克力比较好的一点就是说 没有那么的甜 呃但是确实热量很高 估计喝了这一杯以后 差不多回家锻炼 一个半小时应该 能把这个热量消耗了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我周围的话基本上都是游客吧 然后我拿一个相机在这个地方 也会有黑膜一样的 还挺好的 我觉得在老城那个地方最大的好处就是 呃你拿着一个相机 不管是录视频也好还是拍照也好 我会有人觉得很奇怪 因为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做这种事情的地方 但是因为巧克力浓度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上面是敷了一层那种 类似于巧克力油一样的东西 但巧克力 这种热巧克力 它在做的时候就会一直不停的在搅啊搅啊搅 保证它不会凝住 因为它这个热量确实是有点太高了 油质量 我不知道应该称作油质量 还是说什么的环量 因为整整体来说就是说 如果说你不赚的话 很快就会凝住 哎我们这这会来的这个时间呢 正好是圣诞的 钱差不多半个月的样子吧 所以说 它很多这种都是 就是在布置圣诞的这样一些 比如说 这样一些灯啊 或者说是场地啊什么的 如果说这段时间的过来的话 差不多就是在十二月十 十号到十五号之后过来的话 这边基本上就已经全部布置好了 那么 基本上就是为游人开放的 如果说你想看一下老城那边 圣诞节是什么样子的话 我在去年圣诞节的时候发过一期视频 那个里边有详细的介绍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边有一个有火的地方 可以到那边去烤一烤 然后圣诞节在老城这边的话是可以看到很多的亚洲面粉 有很多亚洲人 因为欧美人的话圣诞节更趋向于在家里边呆的 而亚洲人的话可能更趋向于 因为亚洲人其实本质上是不过圣诞节的 所以说很多人就会趁着圣诞节和新年的这样一个假期 然后到处走一走看一个 这就是为什么到了圣诞节 如果说尤其是平安夜和圣诞节 当天你来老城这边的话 你会发现大部分都是 这样一些亚裔的面孔 而欧美人其实很少会在这边 然后继续来说 我今年的话换了小相机 真是轻松了非常非常多 去年的话我记得还是拿的 这么大的相机 然后加一个三脚架 然后再加一个麦 整体加下来的话差不多三公斤的样子 然后我就那样的 当时天气要比这个冷 然后我就拿着相机在这边边走边拍 然后拍完之后 我上了车上 我的手都已经半天是过不住方向盘子 就完全已经冻僵了 我连那个相机关都关不了 但是今年换成小相机 而且天气也没有那么冷 就是感觉好太多了 我刚才把 涂在上面的一层巧克力油给吃掉了 味道还不错 但是这个的话就千万注意 最好不要像我这样子 边 喝 然后边在 说话 因为 速度比较慢的话 到了后面一旦这个 凉下来或者凝固的话 喝了就非常的难受 真是太舒服了 喝完以后感觉整个人都神清气爽 感觉世界都不一样 但是当我的手又握住这个相机手柄的时候 我又感觉 世界又回到了冰冷的冬天 然后我听到前面有唱金的声音啊 不知道是在做什么 我们走到跟前可以看一下 但是夏天的话 这边其实是有一些就是在卖唱的 而且有的唱的还非常的不错 但是啊 原来是要换的 好像是个印度人吧 我也不太好 专门去拍我等会 晃过这个地方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我觉得如果说 这样的话 就没有什么太大意思了 在这个地方 通过这种方式去生活 就有点 确实悲惨了一点 然后我前面那是一家火货店 我看上面写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减10% 减30% 但是好像据说老城这边的琥珀 反正真假参半吧 不敢确保说是肯定能买到真的 所以说我一般 即便是送朋友什么的 也很少会到这个地方来买 我们能自己去拍啊 但是可以试一下 如果说你们看到的话 说明是可以拍的 看来是可以拍的 但是确实也没有什么太多好拍的 因为我自己对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 如果说感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找一下 琥珀这个东西反正 水比较深 真假的话 这个东西 不是内行 一般很少有人能 鉴别出来 因为我之前有一个专门做琥珀的 它是开矿 它是开琥珀矿的 然后他跟我讲过很多关于琥珀的这个真假 鉴别啊 包括一些买卖的时候注意的事项 但我就当故事 我听了听其实也没有很深入的去研究 主要还是因为自己对这块兴趣不是特别的大 好 现在又到了刺难市场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前面这个地方 那么这边的话 其实主要是卖一些波兰比较传统 或者说是新年的一些东西吧 应该补充一下刚才说的吧 我觉得可能这个圣诞市场 除了外地人会来的话 可能小孩也会来吧 有的爸妈可能带着小孩来这边转一转 然后还有一些 比如说像什么俄罗斯人呢 或者乌克兰人呢 也喜欢在这边做生意 然后他们会卖一些这种 然后我不知道这个应该叫山货 还是叫什么 还有这样子手工的物质品 这个其实很多波兰加厅会买 但是不一定会在这个地方买的 但是确实会买 然后我们家今年还准备买的 这个就像这么大的圣诞树 没有这么高 比这稍微小一点 然后放在家里面有一些圣诞的氛围 还有烤肉 这个是这个应该不是土耳其烤肉 就是波兰的 好了 圣诞市场前面还有一部分 但我就不想过去了 觉得 都大同小异差不多的 好 今天出来换了也有差不多大半天的时间了 吃着饺子 然后喝着热咖啡 也带大家看着老城 生活还要继续 活还要继续干 所以说我要赶快回去 继续我的工作了 好了 我们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说你对我的视频感兴趣的话 别忘了点击关注 记住我是一只待在欧洲的参谱里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大家说一下 这边其实有一个比较 好的观景的地方 看一下啊 就是在 这个地方 我手指的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观景台 然后在这个台上的话 可以看到老城这一片 然后也可以看到后面的新城 然后 我一般新年的时候会上去一趟 价格也不是特别的高 差不多就是 我 记得好像去年是 五字落起 还是十字落起一个人吧 可以上去看一下 当然了 今天就不去了 大家有兴趣的话 来华沙玩 也可以过去看一下